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尤其我们听电话那一刻,我那个小孩烧到多少,我现在没有睡,我家没有药, 好像我们在下雨开车又慢,又开不了快车,我们很想开快一点,但是很害怕就说出意外,可能下面那些我们都送不到 有时可能送到晚上很累,很累,11点,10点,有些真的没办法,我们就唯有挑选了有小孩的,怎么也好,一定要送菜,但是实在太多了,我们做到的真的有限有限,不是我们帮不到,我们帮不到很多,其实很多人需要药 香港第五波疫情严峻,至今已有超过百万人染疫,疫情下,医疗系统毕临崩溃,大量染疫者只能在家隔离自治, 却无少药,是染疫者居家隔离面临的第一大问题,香港市民阿荣看到这样的情况,决定放下工作当起车夫,未有需要的市民派送物资 两个星期左右,我看到有些感染的在家,没有药物,打电话打不通,我看到何议员,何议员他就有去送一些药物给一些需要的人,我就问他,我可不可以加入? 他说可以,我就跟着将自己的工作换排好,就跟家人商量了,我家人都很支持我,这件事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阿荣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大女儿11岁,小女儿7岁,担心染疫影响家人,他从决定坐一公起,便不再回家,白天送物资,晚上睡在小货车里,这一干就干了一个月 他说,疫情不退,我不退 我太太当晚就立即和我收拾包袱,我们做这件事是送药物,物资是被那些是确诊了的 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风险在这 通常车队就去到五点几到六点就差不多搞定的,每一天 但是我就希望送到更加多,所以我通常设计了,就是希望自己的账单会更多一点,就设计了11点 我记得了是途一晚,第二晚我都是睡车的 其实那几天是,整天都是下雨的,很冷 我就去水塘那里,不捅水,因为我有汽车的,煮一煮,抹一抹身,抹一抹面 穿衣服就拿去,有机可以洗的,就这样去洗 就躺在中间,就拿个碎袋,拿一张皮 当然躺在那里是很不舒服,而且是很冷的 那几天下雨,又整天下雨不停,然后八九度 是很冷的,其实睡得不好的 第二,何医院知道我在车里睡,他知道之后 他又叫了我睡去办事市场面 那开始那两天,我都没有的,因为我不想烦到他们 那有一晚送到太晚了,差不多12点 那我就真的没办法,要洗澡之类 就开始在这里住 那原本我打算就是觉得可能做两个星期移工 可能疫情慢慢地会降下来 那现在是越来越厉害的 不知怎样说,有时做下自己都会低落 怎样做怎样做都好像 看见那个新闻都已经不敢看了 所以我们一做的就是,省点时间 尽量尽量尽量尽快送到药物和文师 和他们手上 防护装备呢,我们知道开始是很差的 是确实是差,但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那个装备是很普通的 我们自己是知道的 我们前面那班乙工,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勇敢 尤其一些比较年纪大的 有些六十岁 所以我真的很敬佩他们 那班老人家,乙工出来 站在前面够胆去送药 我们是在车里面四个人 明明是很想去厕所的 明明是很肚饿的 没有人出声 你们肚不肚饿吗?不肚饿 那去厕所也是 那你一天不去厕所是不急 是不可能骗人的 都是那种声音 我们不急就行了,没问题的 你走吧,你走吧 那去到最后是有一天 有一位姐姐她 去到最后,苦力肚痛 真的受不了 其实个个都肚饿 个个都想去洗手间 但是,她很想去洗手间 因为想把那些药 尽量可以送多些 尽量快些送到去 所以,出来的那种声音 都是我那种 都是一样 不肚饿 不口渴 不想去洗手 不需要 这个印象比较深刻 索性 家人一直支持和鼓励着她 收到妻子的阿荣 难得露出了笑容 我由出来那一刻 我是遇到自己感染的 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 我身体是比较强壮的 我打了三针 我觉得 我不怕的 因为我们拍下应Or many 我做孤出一两天 甚至为我们je bardzo 都通过电话 我代表她 caz 你可 çek çek 我妈还有 colleg raped 我跟小姐姊姊 比较 spezie 我仍是认真的 To 她把她叫爸爸 支持她 整家人都支持的OK 因为我们两夫妇的价值观差不多一样 我拿到她做老婆 可以说是好像中了六甲彩 因为是很幸福的 她一百分 真的一百分 义工们的团结协作 也激励着她勇猛之前 她相信大家一起努力 终将战胜一起 其实我做这个行业 现在赚钱我是赚很多钱的 因为我做消毒的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种性格 价值观 不是不看这件事不错 我觉得疫情不退我 我不退 就是这样 快来订阅通事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